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解孔子论语,泰博篇第十八节 子曰,微微乎,顺语之有,天下也,而不预焉 微呢,就是指我们人类生活,周围大环境,称之为微 微微就是说人类生活这个范围太大了,我们都摸不到边 那时候走东哪有现在这个交通工具,所以就说不知道边 这个地大的,这个环境大得太大了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这个微,就是一座山,上面是一个山啊 这生活环境有山,那么这个微啊,我们今天叫微派的这个微 实际上这个微最终,最早祖宗的意思呢 啊,就是,弯着腰收割啊,称之为微 微嘛,就是或者是蹲下,或者是跪着,跪着 因为方便嘛,跪着也无所谓 就是收割这种庄稼,称之为微,所以今天 啊,呵呵,这个词也,呃,沿用了祖宗这个意思嘛 就是,尾身于呢,就是把自己啊,就好像是委屈啊,委屈 就是,人卷着身子,称之为微,就收割的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鬼,鬼嘛 就是人死了,顶着个骷髅头啊,被埋到了 那么称之为鬼,就是说,还有啊 那么人类生活一直到死 啊,有山有水,有大地啊,有壮甲受割 这一个环境称之为微,那么微微呢 就是指啊,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太大了 就是指天下了啊 那么,顺,哎,顺这个字呢 是指着这个草木称之为顺啊 植物,或者是果木,或者是建筑用的这种物质材料啊 称之为顺啊,鱼呢 啊,是指着这个重寿,称之为鱼 那么最早的时候,祖宗,就这个顺呢 就指是,从事这个,种植业啊 农业,称之为顺 鱼呢,就是指,从事这个,打链 嗯,这个,养之畜牧啊 这个称之为鱼 那么,在这里呢 顺鱼就是指,这个草木重寿 那么,有就是拥有啊 啊,是也是,就是在这是指生活的意思 天下,天下,就是前面这个威 那么,也是在这个环境里头啊 生存 那么,就是说呢 嗯,我们人生活这个,浩瀚啊 广大无边的这个环境啊 山河大地啊 从,这个,这个,树林等等 那么,这些呢 就是,啊,虫草 啊,这个,虫寿,草木 嗯,那么,也是他们的天下 嗯,那么,而不预言 于是给予,并不是说 我们人,啊,给了这些草木重寿 啊,叫他们来的 那么,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 草木重寿,啊 也由和我们人一用 一样,啊,拥有生存的 这个,啊,广阔无边的 这个,人生活这个环境里头 他和我们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说,彼此 尽管我们,啊,要去,他作为食物 那,要彼此去善待 你需要食物补充的时候 你去为,你去种植 那么,彼此都是服务的 大家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说,啊,我们人类给他这个什么 包括我们种植 哎,他本来就在那儿 只不过我们种植把它归拢起来 能为我们人类自己服务而已 那么,孔子在这儿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 嗯,我们人类,哎,生活的广大 无边的这片土地啊 大,太大了 我们都不知道边儿在哪里 那么,草木重寿呢 那也有权利在这儿生活 他和我们人类一样 那么,他们也,啊 说,这,就是和我们一样,啊 一样拥有,啊 生存在这里的权利 而并不是我们人,啊 给他的,啊 这个,圣首的权利 他也拥有,啊 这个拥有天下的权利 他也有资格在这儿生存啊 那么,在这里体现了孔子这种 平等的思想 不仅仅存在着这个 人同类这些层面 那么,他同时也把天下这个 万物生灵啊 和人放到一起 就和道德江里头的一样嘛 万物出口 啊 就是,啊 就像,都像人养狗一样 一个人养狗 就是和这个 把狗当人一样去对待 那么,孔子在这儿 也是过着我们人类 啊,这个草木重寿 啊,我们也要去把他们拼到地儿 他们也拥有 和我们一样的,啊 权利 也就是说 在这广大无边的土地上生存 嗯,那么,要去彼此善待 从中 相互扶持 其实我们人类能够 嗯 做完自己 做人的一生 那么,这些草木重寿 嗯,我们从来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要帮助他们嘛 其实呢 这就是所谓的 以后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所谓的进化论 那么,这个进化论 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 而是说这个生命真相的信号 那么,这一点啊 我估计呢 啊,孔子也是认识到了 好,这一节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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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